清凉月夕,游水皆寒, 宫得云,而无山不带, 乡向渡河,一举鸿鸣超恶事, 家灵初却,轻称家号,鸭群音, 经文我们念到这个地方, 你们大家很了不起,都看书, 都背起来,是不是? 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, 中风果是要为我们说明一桩事情, 哪一桩事情呢? 就是念佛法门的感应道教是不可思议的, 是讲这桩事情, 那什么叫做感应呢? 这个道理很深哦, 在这个地方啊, 是要给大家简单来说明, 我们今天啊, 镜中之庙, 庙在哪里呢? 完全是靠什么呢? 我们念佛法门呢, 它的之庙,庙在哪里? 完全靠在什么地方呢? 靠哪里? 完全靠行啊, 行持的行, 就是说你肯念, 你真的相信, 真的相信有阿弥陀佛, 真的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啊, 你肯发愿啊, 这个叫行持啊, 如果你今天真行啊, 那你今天所念的这句阿弥陀佛名号, 它就起肝领了, 它就起肝领了, 特别是现代的人, 如果他没有感应啊, 他不相信啊, 对不对? 你看很多人到这个寺庙, 带着这什么心态? 我来拜佛, 希望佛能够加持, 如果他在这个供养三宝的时候, 获得这种三宝的加持, 供养, 感应的话呢, 他对这个三宝非常的信心啊, 如果他在供养三宝的时候, 他没有获得这种的感应, 你看, 他对三宝会恭敬吗? 不会耶, 你看我过去小的时候, 我的母亲啊, 她最崇拜的是什么? 观世音菩萨。 她为什么会喜欢观世音菩萨? 因为她很多次, 都获得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啊, 所以无论人怎么劝导, 她从来不怀疑的。 我们也是一样啊。 那今天我来问大家, 什么叫做感应啊? 什么叫做感应? 从我们眼前日常生活, 这种事情来看, 我们每天要过生活嘛, 对不对? 如果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, 你的烦恼轻了, 你的智慧涨了, 无论, 在顺境, 在逆境, 在善缘, 在恶缘, 你那个身心啊, 都非常的安康啊, 非常的健康, 而且, 无论在什么样的地方, 在一切处, 一切时, 你那个心非常的自在快乐, 自在的安乐, 这个就是感应。 当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, 你遇到这些恶缘, 善缘, 顺境, 逆境的时候, 你会应付得什么, 非常的体贴啊, 应付得非常的自然, 而且显出来的, 处事, 待人, 就都是非常的圆满啊, 这个就是感应啊, 你看我们现在, 遇到逆境的时候, 遇到恶缘的时候, 遇到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, 遇到一些你不喜欢的人, 学人我们在念佛的时候, 你要应付这样的事情, 你要去面对这样的事情, 你能够自然吗? 你能够很自在的快乐幸福吗? 有时候当这个境界来的时候, 我们有时候应付不了, 起烦恼啊, 甚至会起了称慧心, 起了一个基督的心, 来面对这个事情的。 现在的人很多耶, 你看有一些人, 遇到事情的时候, 越应付, 越来越糟糕。 本来小事, 越搞越大。 本来是没事, 越搞越乱。 那说明什么呢? 说明你念这句名号, 没有获得弥陀的加持, 那怎么感应呢? 所以我们现在常常讲, 身心的安康, 身心的安乐, 起码你在这个生活里面, 你的家庭是美满的。 你的事业是顺利的。 这个就是我们念佛的好处, 念佛的感应啊。 念佛的人如果连这个都得不到, 鸡毛小事能够得不到, 那大事就不用讲了。 什么大事呢? 我们今天念佛就是大事啊。 什么大事? 成佛大事吗? 成佛就能够解决了, 何况这些事情呢? 所以你真正学佛, 你真正念佛, 确实真的会有这样的感应。 第一个感应是什么呢? 你的烦恼真的是轻了, 你的智慧慢慢地增长。 这个是从我们眼前所看到的, 在日常生活, 处世待人觉悟, 我们所得到的, 真正念佛的好处在这个地方。 你看我们师父上人, 他一生不求长寿。 但是你看到现在九十多岁了, 还在表法。 他不求长寿, 你看, 而且算命相生跟他讲, 他的算命好像到五十多岁。 四十几岁嘛, 你看, 到四十几岁的那一天, 你看, 生了一个大病, 关门起来, 一生以意念佛, 求生西方, 隔天没事。 你看到现在长寿, 这个就是念佛的感应。 很多人生病, 而且也严重的, 病就好了, 这是念佛的感应。 你看那个了凡世讯, 了凡世讯求公民, 求福贵, 求儿女, 他从来不求长寿的, 他的算命, 算命先生, 孔先生给他算命, 到几岁? 五十三岁啊? 我到几岁呢? 七十四啊, 延长几年? 二十一年耶。 他不求耶。 在这个世上很多, 求长寿的人很多, 不求长寿的人也很多。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呢? 功德而所成就的吗? 这个是从我们眼睛所看到的。 如果更深一层来看呢? 他根本把这个我已经忘了。 你这个我也都不存在了, 哪来有苦乐的这个道理呢? 没有了。 所以, 从这个地方啊, 我们可以了解, 念佛的感应啊, 真的不可适宜的。 但是你要用什么心来念佛呢?